整个就是从长大这么大一学 整个人我整个人都蒙掉了 就抱着他跑去 因为那一刻我感觉好习惯他在什么 不过这些刚过来就 就回想起来比较 比较没有当时那种心理那种感觉 你当时那个记忆 所以我抱着他去医院那里 一直留一直留 特别像的特别像的 然后红针的时候 我都没有在所思议看他 我不敢看他 我就跟他爸爸在外面视频 他爸爸很单紧地看我说 没事没事 就是一点想说 那个反正做妈妈的会比较心痛 就拉一下子 你回来多好 当初的意外已经过去了几个月 墙壁上还残留着 萧小龙当时歌伤时的血迹 提起当时心急如焚的自己 远远的眼里闪烁着泪光 可他始终强忍着泪水 不让他滑落下来 婚后的这两年时间里 他已无数次忍受了孤独 把坚韧变成自己的一种习惯 那年去完的时候 把坚韧下水浮游 是我牵着他 我就说 家里等爸爸回来带你去 点头 我们听起来的视频里头就说 等爸爸回来一定带你去 那种心理之类很不好吃 到哪里去的话呢 就是产检也好 沉门也好 我带着他的话来 看到人家都是 他都说 老妈你看人家 都是老公陪着我 都是你陪着我 那种心情真的不好吃 在我身份上他就是孩子的爸爸 我可唱话 就和普通的没有多大的区别 就他可能 对旁人而言 龙清泉就像是一名战士 应该在赛场上挥洒汗水 争夺金牌 然后荣耀而归 可对家人而言 龙清泉却是丈夫 是父亲 只需要陪着妻子产检 带孩子游泳 平凡度过每一天 可是为了国家的荣耀 为了奥运的梦想 所有看似平常的生活 远远都只能独自完成 所有需要丈夫的艰难时刻 他也只能一人面对 位置好慢慢的 好慢慢的低一点点 哈喽 好我们在老师 爸爸打个招呼 哈喽 哈喽 我们在去 达到180度停留的时候 可以停留到7秒钟 今天 圆圆带着儿子小小龙 一起来到造教中心 在一次次弯腰起身中 小小龙紧紧抓住母亲的衣角 笑眯眯的模样 像极了她父亲 你像极竟 这个是依依的 和妈妈一起来 一起回去 谢谢 好 和妈妈一起 来 小猪 小猪 对 来 好 自从选拔赛分别之后 圆圆已经四个月 没有见过丈夫了 丈夫备战的日子里 她便独自带着孩子 生活在娘家 圆圆的父母 还不到退休的年纪 所以许多时候 她都只能亲力亲为 每天 她像个女超人一般 怀着二宝 哄着大宝 小猪 想爸爸吗 爸爸 爸爸在哪里啊 你爸爸在哪里啊 你做一个爸爸第一 做个阿姨 第一名 我是要你笑 爸爸顶瓜瓜 阿姨 你瓜瓜 爸爸第一名 嗯 你很 你很 她见过爸爸 说超过一个月吧 早上真的多大 你睡四个月 因为最开始一百天 那些见爸爸 可能没有任何的概念 然后到上一次 在江山比赛 然后见了爸爸 一个星期 然后前几天 可能不认识 然后到后几天 你问他爸爸是谁 他能指出来 是他 但可能这次就忘记了 然后最近呢 天天跟他说爸爸爸爸 可能看电视 也看的比较多 然后每天跟爸爸 就视频 就问爸爸在哪里 在电视里 然后之后 就来到我的手机 就喊爸爸爸爸 龙青玄平日忙于训练 一岁四个月的小小龙 见到父亲的次数 屈指可数 圆圆总是尽可能的 想和他